高雄市长补选之争 在今天上午三位候选人 也先后前往选委会办理号次抽签 最后由民进党陈其迈抽中了一号 代表民众党出征的吴义正则是抽中二号 而国民党的李梅珍 在主席江启臣跟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的陪同下 抽中了三号签 陈其迈事后表示 他会来当第一名的市长 吴义正则是频频比出胜利手势 至于李梅珍则说 三号很可爱 很符合他年轻人的风格 万力从中一点白 陈其迈带领竞选团队 周三上午前往选委会办理号次抽签 陈其迈一号 高雄市政需要重开机 所以我会努力打拼 做一个第一名的市长 抽中前往 陈其迈带着领先气势继续冲刺 而代表民众党出征的吴义正则是抽中二号签 吴义正二号 二号代表胜利 那我们从此开始 为高雄赢得胜利 尽管选情暂时落后其他两位候选人 但吴义正继续拼搏 至于稍早前 国民党李梅珍则在主席江启臣跟朱立伦陪同下 前来选委会 李梅珍 高帅 国民党 加油 有了蓝营大佬力挺 李梅珍展露十足信心 李梅珍三号 三号很好啊 就是刚好这个手势是比较可爱 所以我很开心 还有三十几天的空间 我一定会利用这三十几天 赶快争取年轻人来支持李梅珍 梅珍也答应说如果他担任市长 他绝对会扩大对青年的照顾 平行党 还是平行党 起迈还是起迈的状况之下 自家人挺自家人 但碰上敌营候选人 似乎也选择视而不见 高市长补选 蓝绿白壁垒分明 现在后次出炉 各自努力走向胜选之路 接着高雄正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